大家好,我是斯文 这期视频我们将跟随迪利亚斯特号 去往目前已知的地球最深处 马里安娜海沟 我们都知道整个地球大部分都被海洋所覆盖 陆地的面积只占不到30%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人类对海洋应该已经很了解了吧 但实际上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只有5% 还有95%是我们不了解的 那这95%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主要集中在深海 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来说 探索海洋浅层地区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想探索深海 那就很困难了 比如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太空探索 以月球为例 到目前为止 如果算上今年日本这次登月的话 那就是有5个国家成功在月球软着路过 并且还有12名宇航员成功登上过月球 但是再看一下海洋探索这边呢 到达过马里安娜海沟最深处的载人潜水器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就只有4个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 海洋跟太空其实是一样神秘的 马里安娜海沟位于西太平洋 总长度2550千米 平均宽度70千米 最深的地方在它的底部 一个叫做挑战者深渊的沟槽 深度大约是海平面以下 11,034米可以装下整个珠穆朗玛峰 相当深了 那这么深的一个地方 人类是怎么发现它的呢 是1872年的时候 英国皇家海军的挑战者号舰船 当时正在进行一个三年时间的科学考察任务 船上有220多名船员 还有5位科学家 他们这次任务的目的呢 除了说人类对于海洋啊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之外 他们主要还想验证一个事儿 就是当时海洋科学界都在说的深海无生物论 就说海平面550米以下就没有生物了 这个观点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知道是错的 可是当年不行 当年只要谈到深海 几乎都认为没有生物可以在深海生存 因为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我们肯定是无法生存的 因为人体承受不了深海的压力 而且一片气培没有光 所以一直以来 人们对深海的认知就有些偏见 经过了两年多的航行 1875年的3月 挑战者号来到了位于关道和马里安那群岛东部的海域 他们用挖泥船在550米以下的地方 发现了非常多的生命 而且打捞上来的生物越来越奇怪 所以很快大家就发现 深海无生物论完全是错的 海洋里其实充满了生命 而且还有一件事儿也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其实他们在航行期间 除了日常的捕捞工作 每隔几天就会往海里扔一条绳子 绳子的另一头绑着铅块 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测量海域的深度 他们用的这个绳子将近7000米长 但是在这块海域 他们把整个绳子全扔到海里之后 千块都没有碰到海底 于是他们就继续给绳子增加长度 直到把船上的绳子都用完了 一共8184米长的绳子 千块还是没有碰到海底 这个深度就相当于把珠穆朗玛峰 倒着放海里了一样 于是在同年的5月份 船上的这5名科学家给出了这次的考察报告 报告里说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大约是海平面以下8184米 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共4700多种 以前没见过的新生命 这次考察结果 在当时的海洋科学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可以算得上是一场科学革命了 不过大家也看出来了 他们报告里给出的8184米是错的 这并不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 但是由于当时的测量技术有限 人类真正测得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 已经是76年之后了 1951年 挑战者2号再次来到了马里亚纳海沟 这次船上安装了新型声纳设备 目的就是要弄明白 马里亚纳海沟到底长什么样 他们通过向海底发送声波 然后再用描表记录声波发送和返回后的时间长 就这样 挑战者2号首次描绘出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样子 这是一条平均深度超过了8000米 长度超过了2500千米的大峡谷 而且海沟的南边 还有一个垂直落差3000多米的深渊 叫做挑战者深渊 这是目前已知的海洋最深处 最大深度为11034米 地球上竟然还有这么深的地方 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亚克皮卡德 他说他想试试 他想潜入马里亚纳海沟 去看看深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但是问题是怎么才能去到深海呢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人 就是美国的生物学家威廉·比比 威廉·比比在1930年的时候 跟他的一个朋友巴顿 共同设计了一个潜水球 这是一个钢制的球体 直径是1.42米 重量是2250千克 有三个直径20厘米的小窗户 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 氧气也可以保证这两个人使用6个小时 但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 他并有推进装置 所以想要潜水的话 他就只能靠一条钢缆 完成下潜和上浮的操作 然后钢缆的旁边还有一条橡胶管 这个管里有一根电话线和两根电线 可以实现通讯和照明 每隔五秒 他们就会跟海面上的船进行一次通信 如果通信中断的话 潜水球就会被立刻拉上去 比比和巴顿就用这个潜水球 潜入到了百慕大海域 900多米深的地方 在下潜的过程中 他说他看到了周围 是无边无际的蓝色 而且随着海洋深度越来越深 阳光会逐渐消失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这样的黑暗的环境中 竟然也有生命存在 并且他还感叹道 应该只有死人才会沉到这个深度了 后来也有人找过威廉比比 说可以出浅 希望他能坐着潜水球 潜入到马里亚纳海沟里 比比说你想我死就直说嘛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比比其实计算过 海洋深度每增加10米 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 潜入100多米深 潜水球就要承受近10个大气压的压力 如果要坐着潜水球 潜入到马里亚纳海沟里 都不说拴着它的钢缆够不够长 海面上的船都不一定能承受住这个重量 而且在1万米下的深海 光是潜水球就要承受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 所以一旦设备出现问题 人会在瞬间被压死 所以除非有更靠谱的潜水装备 不然就靠这个潜水球的话 谁也不敢尝试 于是亚克皮卡德就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 他希望他父亲能通过BB的这个潜水球 设计出更好的潜水器 他父亲是个特别厉害的物理学家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叫奥古斯特皮卡德 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里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厉害的物理学家 后排最左边的这个人 就是奥古斯特皮卡德 他当时对热气球的运动非常感兴趣 所以他设计了一种加压的铝制球形舱 人在里面不需要压力装置 就可以上升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于是在1931年的5月27号 他就坐着自己设计的轻气球 从德国奥格斯堡起飞 成功上升到了15781米的高空 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平流层的人类 后来他儿子跟他说了要去深海的想法之后 他就想到 只要对他这个铝制的球形舱进行改装之后 就可以潜入海里了 所以他就开始设计潜水器 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中间耽搁了几年 直到1945年才完成了设计 这只是了当时设计的潜水器 大家可以看到 他跟Bibi做的潜水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奥古斯特认为 钢缆要替换掉 因为只靠钢缆去实现下潜和上浮 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船上可以带的钢缆是有限的 而且它还很危险 在海水里 这个钢缆会被海水带着一直摇晃 来回摆动 所以钢缆必须要替换掉 那用什么替换呢 大家不要忘了 奥古斯特可是专门研究热气球的 所以它在这个载人舱的上面 设计了一个像船一样的浮地罐 里面装的都是汽油 不过这些汽油可不是燃料 而是用它来提供浮力的 然后这两个桶里装的都是铁珠 每个桶可以装9吨左右的铁珠 装满之后就可以实现下沉了 想要上浮的时候 就把铁珠放出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完全抛弃钢缆 在海里自由沉浮了 皮卡德后来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迪利亚斯特号 从1953年到1957年 这四年里 迪利亚斯特号进行了48次 超过3500米的深浅实验 就是为了验证 他的深海潜水能力 能不能扛出深海的压力 这期间也进行了大量的改装 终于在1958年 迪利亚斯特号成功下潜到了 7315米的深度 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的下潜记录 至此他也做好了潜入玛里亚纳海沟的所有准备 但是由于奥古斯特皮卡德年龄比较大了 去玛里亚纳海沟这个事儿风险又比较大 所以最终没有让他去 而是让他的儿子和当时28岁的美国海军上尉 唐沃尔什 他们两个去的 1960年1月23号 亚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 坐着迪利亚斯特号正式开始下潜到玛里亚纳海沟 刚开始下潜的时候 就是0到40米这个深度 两个人觉得还是挺兴奋的 因为这个区域有很多的珊瑚礁和鱼群 而且现在的很多休闲潜学者 也都可以潜到这个深度 所以这个深度 两个人坐在驾驶舱里还是比较轻松的 当他们下潜到100米的时候 气氛就开始不对劲了 首先是光线越来越暗 周围的蓝色越来越深 而且他们驾驶舱的窗外还时不时的会发出这种吱吱嘎嘎的声音 所以很快两个人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甚至有点害怕 当他们下潜到200米以下的时候 周围一点阳光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打开了潜水器的探照灯 但在这种环境下 探照灯也就能勉强照亮十几米以内的范围 本来他们以为应该是漆黑一片的才对 但是突然他俩看到了很多小光点 然后他们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竟然是鱼 但是这个鱼的长相特别恐怖 满嘴撩牙 而且还自带登录 所以他们马上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 告诉了海面上的船 当他们下潜到1000米的时候 他们的通信也变得非常不稳定 可能是压力过大导致的 因为这的压力相当于92个标准大气压 我们之前也说过 跟金型表面的压力也差不多 不过他们两个排查了一圈也没找到原因 几分钟后就彻底跟海边失去联系了 虽然失去了联系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选择上浮 而是继续下潜 很快就来到了3800米的深度 这个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 1912年的4月15号 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 在穿越大西洋时 撞上冰山之后沉没了 2000多个人里面 超过1500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 当他们下潜超过9000米的时候 这时候传来了玻璃碎裂的声音 他们驾驶舱前面的玻璃裂了 这个时候唐沃尔什就觉得 要不咱们就上去吧 再下潜下去太危险了 因为玻璃已经裂了 9000多米的深度已经远超之前的任何一次记录了 但是雅克皮卡特说 不行 来都来了 不潜到底的话就相当于前功尽弃了 于是两个人最终决定 继续下潜 比较幸运的是 玻璃并没有继续裂开 终于在他们入水后的第五个小时 他们到达了马里亚纳海购的最低点 挑战者深渊 这是目前已知的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他们的仪表盘上显示 这里的水深达到了10916米 但是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物 因为即使有灯光 也只能看清周围10米以内的地方 再加上玻璃已经裂了 所以他们只停留了20分钟 就开始上浮了 当他们浮出水面的时候 看到了船上所有人都在为他们欢呼 包括雅克皮卡特的父亲 奥古斯特 他就想到了很多年前 自己小的时候 也曾像这样迎接过他的父亲 就是他父亲从热气球上下来的时候 他把这一生都很喜欢冒险 喜欢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 而如今他儿子成为了第一个去到玛利安纳海沟 并成功返回的人 所以这也算是继承了他爸的探索精神 雅克皮卡特和唐沃尔时探索玛利安纳海沟的世界 很快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6岁小男孩 在电视上也看到了这个报道 这个小男孩从小就对深海着迷 长大之后更是热衷于深海潜水 有33次潜到了泰坦尼克号沉船的那个地方 并且在2012年的3月26号 他独自乘坐深海挑战者号 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潜到了玛利安纳海沟 并且他在海沟下面逗留了三个小时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到达玛利安纳海沟的人 也是第一个自己到达这里的人 他就是詹姆斯·卡梅隆 就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 几年后 2019年4月29号 维克多·韦斯科驾驶极限因子号 潜入了玛利安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 并且他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就是在不离开地球表面的情况下 完成最大垂直距离的人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在2010年的时候 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所以地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他都去过了 总垂直距离达到了19772米 2020年11月10号 中国的奋斗者号成功抵达 玛利安纳海沟挑战者深渊 深度10909米 这也是目前为止 潜入挑战者深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因为上面做了三个人 同时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 掌握深海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 而且目前世界上 只有两台潜水器 具备载人深潜万米的能力 一个是美国的极限因子号 另一个就是奋斗者号 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 当初从玛利安纳海沟回来之后 大家都在问 说你们在海底到底看到什么了 皮卡德说 海底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一片荒芜 虽然水温很低 只有2.4摄氏度左右 但还是有像海参啊 海葵啊这种动物 而且在沉寂雾下面 他说他还看到了瞎泪 但当时他们的这个说法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甚至有些科学家 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 他们认为 根本不可能有生物能够承受万米深海的极端压力 而我们现在知道了 海底确实是有生物生存的 皮卡德说的这种虾也确实存在 我们现在管这种虾叫做沟虾 而且近些年的研究发现 沟虾的体内 含有一种叫倾泻基纯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 可能是这些生物 能生活在深海这种极端压力下的关键 所以我在想 对于这些生物来说 深海的环境并不是严酷的 而是舒服的 总之人类认识海洋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16世纪的时候 人类才弄明白了海洋有多大 到了20世纪才弄明白了海洋有多深 而马里安那海沟 只是海洋下很多海沟中的一个 我们对它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 但是通过研究 科学家在海沟里发现了微生物的迹象 这些微生物的新陈代谢速率极低 它们的寿命可以达到上万年 甚至上百万年 像这种微生物非常值得人类好好研究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它们就可以解答 生命到底从哪来 死后又将到哪去